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眼有盛夏秋凉水系一年容易 又是风又是雨 也有彩虹大气 流星花天际 为天地可以 又多么容易 好幸运就这样来到这里 天与地 细与心相惜 红尘眼影 用了意义 情言万语 总是爱 且心且珍惜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第一个阶段都会来为大家分享导读到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探生的导师所出版的著作书籍 而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叫做幸福跟着来 是透过了读者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来分享内容 而我们已经分享到了书籍的尾端了 来到了第六个章节疑难杂症的部分 在今天节目当中一样要来持续跟大家分享两个章节 六支十三章 还有六支十四章 首先 六支十三章 因灵干扰或魔附身 读者提问说 以前有部电影名叫做大法师 影片中有演出以基督教或天主教方式驱魔的场景 那些魔是从地狱来的吗 而太阳上的导师解答说 魔 这个字牵涉太广 那一天看到一个谈话节目 一位女记者上节目说 某天有位女明星看到她魂不守舍的样子 当时运气又特别衰 便带她到台湾某一间庙宇来寻求解孕 进去之后 法师开始做法 做法的过程当中 这位记者就在里面又哭又尖叫 出来之后整个人虚脱 结束后 法师向她说明 她吃的是一位女鬼 于是她曾想起和朋友去阴庙附近买小吃 应该是当时被跟上的 如果你懂 就知道这是阴灵干扰 你不懂 就以为是魔附身 有时风有时雨 也有彩虹的气 流星花天际 为天地可以 请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本 幸福跟正来的第六支十四章 子女的酷 回向父母 读者提问说 如果父母年纪已经很大 他们愿意忏悔 但是他们所发的愿 因为健康状况以至于做不到 那该怎么办呢 太阳上的导师解答说 如果这个能力场因为年纪大 又没能力扭转时 精神转不动 就只能等来生了 若是身为子女晚辈地 愿意出面帮助他们时 可以将自己的得资粮 用回向的方式回向给父母 问题怎么解决 仍是要靠智慧去处理 多么容易 好幸运就这样爱到这里 天与地 心与心相惜 红尘眼影 有了意义 千言万语 总是爱 切心切珍惜 好喝天地 真爱有尽 好喝天地 真爱有尽 在今天节目当中 一连跟大家分享到了两个章节 六支十三章和六支十四章 是出自于太阳生的导师 所出版的幸福跟着来的这本书籍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分享导读到了书籍的内容之外 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 一起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 一起来分享在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David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David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David 那想要请问David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和因缘之下来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超码这套系统的呢 当时的话呢 因为我工作呢 是需要打这个轻快铁的 那到了那个总站的时候呢 就看到我的接引人在那边发那个传单 当时的话呢 他发传单之后 就过去跟他聊了几下 然后心中有一些疑问 也不晓得为什么会 可能是缘分的关系就跟他聊起了问题 就很忽然间敞开心房跟他聊我的问题 然后聊着聊着就这样很顺利的 进入超码的大奖地里面了 在路边呢 看到了传单 但是呢 也有了这样子一个因缘感应 然后呢 就接引上了这样子一套学习之路 那David还记得 API说第一次在跟接引人谈完之后 就是也邀请你参加了活动 或者是呢 也参加了我们超码系列的活动 那也在当中收获不少呢 是的 那当时的话呢 就见到我接你之后 他就邀约我上导师的课程 那当时的话呢 收入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就拿了这个绝缘的票 那就在家里呢 上这个云端课程 那第一个课程呢 就上了大概是八个小时 那上了课程之后 这个收获呢 就是再次燃起 我对这个人生的希望 我对这个人生的希望再次燃起人生有目标 因为当时的话呢 是刚好疫情之后 也没有那次所谓的斗志啊 目标啊 就是一天过一天的日子 这样过过着啊 上了导师目标之后就开始燃起 再次燃起 对生命的这个希望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 在一个比较没有方向的一个状况之下 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方向 进而呢 也投入了一个学习 那当然呢 也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嘛 那Devi会不会也觉得说 在学习超马前后真的 虽然说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 但是呢 真的收获 或者是对自己人生生活的改变 真的也还蛮多的呢 是的 改变蛮多的 那我有几个比较大的收获 然后我最想分享的收获呢 就是我跟我太太这个相处 就经过学习取到一个比较平稳 比较安稳的状态 那我跟我太太已经结婚七年过去了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磨合期 那到了这个磨合期 肯定有一些这个摩擦会出现 然后当有问题出现之后啦 就会去上课啊 跟前辈谈啊 或者是买书来看啊 那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买到导师的这个 《婚宴密码圣经》这本书来看 那读了之后呢 有一句话就深深敲醒了我 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的 我们身为修行人 必须要非常了解 每个起行动念 对我们人身上的一些影响 那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就意识到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在一个人的时候啊 特别在累的情况之下 这个会陷入那种负面的状态 会不知不觉中播放出以前跟太太闹别扭 或者是不圆满的情景 那这样子陷入就不知不觉中陷入啊 有时的话呢 短着15分钟 那长着几个小时 甚至有一次呢 是长达几天的情况 真的是无法摆脱那个负面的状态 那书中有讲到 当你这种状态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常听三首歌 那第一首歌呢 就是那一年 那我是通过什么方式听这首歌呢 就听到Google打那一年 然后打太阳圣的 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之后呢 里面是一支auto repeat的播放的 那我不管去哪里 不管我去银行也好 吃饭也好 或是在工作也好 我就播放这首歌 当然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之下 播放这首歌 那听了差不多了 我就播放第二首歌 就是冥恩仇 一直播放播放 那听了差不多了 就听第三首歌 就听这个幸福烙印 那我大概是听了两三个星期之后了 那我这整个状态呢 就开始有很大的这个转变 那听歌的这个用处在哪里呢 就是当我们有脑中播放出这种不圆满心情 那听这首歌就跟着那个歌词的意义 跟着它的走 然后就把我们负面状态这样拉出来 那大概是听了两三星期 那我的这个负面状态呢 就取得一个很好的平稳的这个状态 然后跟太太的这个相处啊 也处在一个非常平稳的一种状态之中 我觉得这个收获呢 是很大很大的 这个是我跟我太太的收获 然后第二个收获呢 就是跟我父母亲的收获是什么呢 那以前嘛 父母亲有责备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有做不对的时候 父母责备啊 总会想方设法去顶撞回去 那么在超级神秘密码的大环境学习之中呢 那导师也经常鼓励我们读这个地址规啊 那就有读到一句话 就是父母责虚顺承嘛 当父母责怪我们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顺着他 然后承认我们错误啊 当然蔡老师也有给了我们一个很好例子 怎么去回应 比如说啊 好的啊 我以后会注意一下啊 那当我落实这个地址规之后了 跟这个父母的关系啊 也取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一种相处的气氛之中 那么我想分享第三个收获 就是我本身的车子 我有一辆这个二手车需要卖 他的故事发展是这样子的 那当时的话呢 我的二手车的门那边呢 就有一点点撞到 那附近有一个车行老板呢 他就说要不能拿来修理一下 那修理了 整个车比较好看 也卖的比较好的价钱 那修理的大概是两个星期之后啊 那位车行老板就打个电话给我 他说David啊 你辆车是不是要卖啊 我说是啊 要卖多少钱啊 然后我就把我心中的数目这个价钱就跟他说了 然后在那个星期六晚上 也是第一次驾我的二手车给买家看 当时是晚上八点这样子 然后我就载着我太太啊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 哎呀这个肯定是买不成的啦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 就到达美家那边 然后就驾车给他看 他也只是简单问了几句话 包括卖多少钱啊 有没有撞到啊 然后可不可以扣一点啊 那也如丝禀到了 那最后他说 你扣一点给我啦 我就帮你买了 然后就扣一点给他 他就当场要了 然后当时的话呢 我就扔在那边 我说需不需要那么顺利哦 因为太顺利了 第一次驾车给这个买家看 就这样他就要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我也不相信会这么顺利的 当时的话呢 我已经在超马学了一年多了 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哇真的在这个交易上面 其实也是非常的顺利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呢 也是修补了跟家人 或者是太太之间的一个关系 哇真的学习超马呢 这个礼物啊 源源而来 我想呢 在生活当中呢 也会有更多更多的一些收获 那再访问之后 还有一点点时间 Debbie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想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做学习分享的呢 那其实生活上呢 有许许说多的难题 那当难题出现的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方法 一个解答 去帮我们跳出这些困境 那超级生命密码的话呢 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因为我也介绍身边的人 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也在我面前活生生的 就是改变了他们的这个生命地图 原本是很棘手的那一种困境 也通过超级生命密码 这些很简的方法 也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是多多希望 大家来试一下 来学一下超级生命密码 因为毕竟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所以呢 也邀请大家有机会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一起来认识 然后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非常的开心 也可以邀请到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 来自马来西亚的David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 David感恩你 好的感恩 再次的感恩 在马来西亚的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 David的分享 其实在每个人的人生故事当中 有的时候顺遂 有的时候逆境 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要如何突破逆境 迎向了阳光 面对了未来的希望 其后的时候呢 真的常常不得其门而入 对不对 那要如何找到这个突破的方法 和这个希望的入口呢 又欢迎大家咯 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来运用超马 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咯 而紧接着呢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音乐作品吧 来送上这首 是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相约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在待会的富足 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就会邀请到了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咯 休息一下 听个音乐 待会继续再回到 辅导你家的节目当中咯 生命图画中怎有缺 总是盼呀盼 月满魔绝 云远千巧遇才有了结 也许达 impact for sure 也许曾尽量也许曾经真的曾相约 也许曾经真的曾相约 恬阳天地坚感动 一 direão天地坚感动 一 всп 成就总在跳跃 紧紧涂抹起才精彩也 感恩这相约 我才知道难题 总是有解 人生啊 装身梦迭 宽宽天的爱 深情相约 相约 生命图画中 怎有缺 总是盼呀盼 圆满莫绝 人缘千巧遇 才有了结 也许曾经真的 曾相约 盛阳天地间感动 唱歌颜 竟要想起重要的 天地相约 祁缘节 旧游节 成就总在跳跃 尽情涂抹起才精彩也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 邀请到了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跟我们谈谈如何明辨是非 那当然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职场或者是生活 真的有遇到非常多的人 但这些人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判断说 他对我们是友善的 还是他其实来意不明 到底我们要如何去辨别这些的人 到底是好是坏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要如何跟所有的人 来交朋友打交道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就再次邀请到了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 还蛮害羞交朋友的人 上次我还记得 我大学的时候 就是有新生训练 那因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我完全就不敢认识人 我就一个人坐在位子上 那我自己呢 都是比较被动的 可能要等其他人 主动来认识我 才会比较容易 跟人家做交流啊 做沟通 因为我自己觉得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来历 或者是你 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我那么好 或者是你 对我有什么企图吗 我自己是一个防备心 比较重的人 这样好像呢 比较难交朋友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跟人之间 还是有一点点防备 不然可能会被骗 或者是会被害 其实我们这样子 这个交朋友的心 要如何去做拿捏啊 导师 所以 这也是人的智慧的一种 那有些人呢 他有那个智慧 有那个敏感度够 所以他看到一个人 他就可以马上分辨 是不是他想交的朋友 那当然哦 有些人 他的认为 对的 但是时间 累进的证明 当时的判断是错的 那有些人 傻傻分不清楚 就糊里糊涂的 交到好朋友 或坏朋友 那因为每个人的 福分不一样 导致后面是 让自己更加的进步呢 还是因为朋友 而拖累了我们 这也就是 尽然尽致 但是呢 如果我们 平时可以留意一些 跟人的互动之间 找到一些大数据 你特别能够 掌握住 人可能有几种 不同的类型 或者是 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有某种 不同的感觉 把它归类成 几个大类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 任何一个人 你马上就可以分辨出 这个人是不是 你应该交的朋友 或者是应该赶快 避之 不要再深入 那真的是 怎么样才做 对才是错 这就是 每个人的功力了 过后了 那我经常在说 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 因为经验不足 所以再来看 这个人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资料 可以比对 所以你可能 不是那么的 肯定他是否 对或错 但是如果你今天 跟很多人接触 你很用心去观察 或者是去做 可能性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结论 你就会发现 久而久之 其实 为什么人家说 越人无数的人 他往往看到人 八九不离十 那为什么 没有那么多经验的人 往往都是被骗得多 被耍得多 那这里面 那这里面 是不是他就有 他基本的火候 来奠定 我们判断的基础 我想这也是一个 真实力 真功夫 真的能够有这样子的 一种本能的话 对于我们自己来讲 都是比较能够 加分帮助的 当然越人无数 会有比较多的资料 data 让我们去来 好好的辨识 这个人到底 是有什么样的 一个目的吗 还是真的 对我们友好的呢 不过真的 一样名 两百样人 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很难看得出 其他人 在第一眼之中的 一个个性 或者是他自己 的一个来历 等等的 那我们要如何 更加细微的 来做观察 来看看 这个人 是不是跟我们 是有符合的呢 我们是要看他的智慧吗 还是要看他的 其他的一些细节呢 导师 其实现在的 这个社会啊 相当复杂了 以前我们说 交朋友啊 要交有职 有量 有多文 对吧 对啊 但是呢 现在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有些人说 我就是喜欢 交韭肉朋友 他就是说 特别享受 在韭肉朋友之中的 这种互动 那我们当年 接受的教育啊 或者是 老一辈跟我们讲 总是要交到好友 但是因为现在 大家的这个 目的性不同 或者是因为 电脑 网络 科技 各方面 大家诉求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代 是比较复杂 所以你说 到底要看到什么人 才是真正 应该自己要交的朋友 你讲的切入角度 跟那个人听的 要求的不同 他也不会认同你 但是 真正来讲 最后会不会 自己因为交朋友 而进步 让生活会更加容易 真的能够 因某个人的 作为 作为自己的榜样 而独处自己 更加的上进 还是 我们 也可能遇人不俗 也可能是自我放任 愿意的去跟一些 不应该交的朋友 在一起 而让自己 跟同年龄的人 来做比对的话 可能已经不是 那么样的进步 或者是 相对来讲 在原地踏步 甚至于退步 是不是这里面 对哪一个人 他自己 会有很大的 感触 或者这些结论 是影响很深远 其实 我发现 现在的人 好像每个人的解读 不一样 你做一定的 这个结论 有些人也不一定认同你 所以 这就是一个 复杂的 红尘 见仁见智的 一些 理论吧 但是究竟 后面 所谓的 花落谁家 或者是 因朋友而增长 与否 就看 每个人 怎么来看 他自己人生的 这个需求 以及各方面 相配套的 诸多重点 是这样子 大家都想要 交一个朋友 是让我们 可以自我提升 和成长的嘛 当然 如果要交 九肉朋友 那另当别论了 但是大家 基本上呢 都想要往 更好的方向来 迈进 对不对 除了呢 朋友可以给我们 很好的陪伴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 有向上的动力 那像是呢 交朋友的 第一个关键 就是刚开始的 一个谈话嘛 其实我觉得 聊天这件事情 真的还蛮重要的 可以看得出 诶 这个人 比如说 的个性啊 或者是他们的喜好 有没有相符合 那有一句话 就是这么说嘛 就是话不投机 半句多 就算呢 你可能 诶 觉得这个朋友 好像诶 学历很高 然后好像家境 也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呢 话不投机的话 好像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变成朋友 那不能变成我们自己 长期可以陪伴的人 所以呢 其实这个讲话 或者是聊天 就是一个 还蛮大的学问 那道士 因为在我们跟人家互动中 讲话也好 感受着这种 同频共振与否 也好 其实自己就会感觉 诶 这个人是不是 跟我们想要交的朋友 很投缘与否 那如果真的投缘 谈话 谈得也很得体 大家也觉得 诶 感觉不错 那也许 在那个当下 是应该交的好朋友 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道德的观念 不够以前强 还是人在某种的进化 不如我们的预期 以前我们认为 交一个好朋友 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 现在的人 认为交一个好朋友 他可能是阶段性的事情 就是现在的人 他所设定的一个基准点 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 那你也不知道 现在的人他怎么想 但是你问他的时候呢 他倒是讲的 头头是道的 做他自己的一个诠释了 但是我观察了很多的人 很多的这些顶点滴滴 我觉得现在的人 每个人的目的 还是有前面讲的 我发现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人比较复杂一点 每个人的目的性不同 有些人他已经设定好 他现在交一个朋友 是要帮他完成什么事情 做到什么任务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主题 那以前我们要交朋友 就不会是想那么多 对吧 就是交到一个好朋友 就很高兴 那也许听众朋友们 听到我这样讲 遇到过的人 也许他会认同 还没有遇到的人 他会觉得 是吗 所以我觉得 现在各种方方面面的人都有 所以这就是见仁见智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种共识 以及总统你对于交朋友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样 已经很确切的心得 我觉得都会影响到 未来在交朋友上面 取舍与否的一个重点 这样子听起来 好像如果真的想要找到了 自己的知心好友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除了一个契机之外 还要慢慢的交朋友 有的时候好像太快的交朋友 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 更看得清他带来的这些意义 或者是他想要来探寻的一些目的 所以其实好像有的时候 我们要深入的去挖掘 比如说真的要了解到了 彼此互相可以吸引到的地方 或者是是不是真的可以 互相彼此协助成长 是往好的方面 而不是这种 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所以其实要慢慢的交朋友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还蛮重要的呢 所以是慢还是快 所以又是一大课题 有些人说 哎呀像什么时代的交通还那么慢 他有他的理论 而且现在有很多网路上的一些 你也没办法想象着 这个时代它的改变 但它却正在进行中 所以你说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讲给什么样的人听 他听到什么样的主题 那他的生活形式 步调 是不是如你所想 你想要这样子的方式交朋友 这就是看契机合不合 但是过去我们就是 交朋友也好 说话也好 做人也好 都是要谨言慎行 现在的交朋友 有些人 尤其年轻 比较年轻辈的朋友们 他们比较觉得 树战树决啊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种各种类型的交朋友 现在都一一啊 推陈出青 让我们老一辈的 有的时候听到的时候 觉得这个社会是有些东西 可以接受一些东西 我们还在了解中 所以今天子隆谈到交朋友 那我觉得 因为也许吧 现在网络无国界 全世界一起共振了 让现在的红尘社会 比以前复杂许多许多 而你说交朋友快还是慢 还是说一下子 觉得很投缘 讲的话很投机 就要交好朋友 有的时候你认为这是对 但是对方可能他就有一个某种目的 他只是要跟你之间拉近关系 让你觉得你们是好朋友 等到你觉得你们是好朋友的时候 他又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或处理 完成他对你交朋友的设定 然后可能完成了那个任务 这个朋友不见了 也有可能 所以各种各样 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是对是错 我想现在的人应该是不断的提升智慧 而且各方面都要略知一二 才不容易在这时代里面容易被骗 或者是有什么损失 而交朋友是好事 但是交朋友的谨慎度 灵敏度 各方面的考量度都要很小心 是这样子 对这样感觉起来呢 自己的智慧的运用真的非常的重要 要马上可以来察觉说 这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或者是对自己 到底是不是有正面的帮助之外 也是不是真的很投缘 投机真的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智慧的判断 可能跟速度的快慢 也不一定有所关联 但是如果你在交了这个朋友之后 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也想要继续的做交流交往 可能到了某一定的一个程度关系之后 其实我觉得朋友啊 或者是认识的人之间 其实都要蛮互相信赖 互相帮助的 毕竟呢 可能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互相的协助 或者是别人 可能觉得你哪里需要做一些改变 那如果是真的朋友的话 其实也真的还会满直言 不会来做提点 所以其实我们也要 对于自己的朋友有所包容之外 也要有所提点 所以包容当然是绝对要啦 提点那看对方要不要接受呢 对不对 有些朋友他对于他的朋友也想要有一些建言 但是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能够真心接受 还是因为听了这样子反而不高兴 反而两个人之间友谊 受到考验 因为现在朋友的类型很多 所以各方面就不像以前这么样的一定 所以说现在是不是要跟朋友建言 当然咯 我们当然希望对方更好 但对方能不能够接受 以及我们跟朋友建言的这种类型啊 态度啊方式 也都会影响到朋友会不会听我们所建议的东西 而我们跟朋友讲的这些一些意见 对于他来讲 对于我们来说 是真正绝对的对呢 还是这里面我们也是瞎子模像 里面有很多可能还要学习的 因为现在的时代它变化得非常快 知识各方面都像爆炸性的 不像以前 所以很多东西 可能我们现在讲一些新的潮流的东西 我们认为这是对的 其实我们当时的认为 后来再来看好像是错的 但是认为对的 或者是对错之间 那我想这些还是跟自己的智慧有关系 经验有关系 学习程度 速度各方面 反正现在只有说这个社会 它是多元化的 它不是单一的 所以我们不管任何年龄层 在接下来的这个面对社会 各方面的学习 可能都要比以前 方方面面的巨道 可能要更加贴切的来 损失自己 是不是都能够 全盘的来做学习 了解吸收 是这样子 没错 真的呢 哇这样看起来呢 智慧和自己的判断力 要如何去做拿捏 其实自己要多做练习 和做提升了 如果呢 真的朋友嘛 有非常多 那可能有好的朋友 或者是也有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朋友 那如果呢 遇到了损友的话 我们要如何好好的借近 然后要如何远离他 这其实也是还蛮多人 放不下的一段关系 不过到底要如何用智慧来去做处理呢 休息一下了 先来听个歌曲 来送上这首 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所作此作曲的歌曲 片片琴 在音乐之后呢 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再回到了 福到你家的节目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继续再邀请到了太阳声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泛黄片终究偏偏轻 一当时假如寂静 感念过去默默我们曾经 在追着盘可否能再尽 潮来潮往 洋洋情 学会懂得听 当下意 春蜜总是情 蜜品味 总有心 许定天心 细平抚平 摇起碰掉天顶 默然回味 变变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导你家的节目 敬请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跟大家谈谈了如何交朋友 那如何在交到好朋友之后呢 好好的留下变成了一辈子的知己 那如果遇到了不好的朋友 我们要如何可以好好的远离他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再度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热的导师持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紫容你好 及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刚才导师所说的 哇 现在交朋友呢 好像不像以前一样那么单纯 我们就会单纯的相信 单纯的接受 这样就好 其实现在啊 哇 交朋友需要很多的一个透彻的了解 明白还有这些经验当中为我们做理清呢 那其实有的朋友 我们可能认识了一阵子 觉得呢 他可能有一点点不太适合我们 或者是他自己的做人处事的方式 有一点变直了 好像呢 从好友变成了损友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趋吉避凶嘛 那我们如果想要来远离他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要断开这种 原本比较亲密的关系 要好好的梳理远离 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大部分来说 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呢 导师 毕竟朋友嘛 如果经常来往 或者你现在有某种的相处的模式 你就会发现 好像大家都习惯陈自然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那你突然不想跟他交朋友 要疏远他 那对方可能也不见得了解 或者是想到这一方面 所以这中间的一些落差就会产生 当然了就是我们想要跟好的朋友 多一些接近 跟一些损友要做一些距离的保持 那这里面的拿捏跟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是有关联的 哪怕是一些应对进退 或者是潜持用具 跟人的互动间 这些东西跟自己的经验 跟自己的智慧 逻辑各方面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跟我们自己 因为红尘中的互动 产生的一些情绪 导致我们的这个运气 也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里很多东西都是它是链接在一起的 所以当我们看这方面事情的时候 还真的是因为我们智慧的提升 做各方面好的处理 所以才会有好的结果 让自己的人生能够更加的越走越顺 我想这实在是重点 对啊 但是到底要如何去判断说 这个人是好是坏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日久见人心 那除了像是面对这一些可能不好的朋友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花一点时间 让自己真的好好的审视说 要如何去来理清互相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自己去画一个图 然后我们自己来判断一下之外 其实有的时候啦 不好的事情 我们也要好好的远离啊 那可能尤其在工作啊 职场当中 很多的事情 可能都会越来越复杂 那我们要如何好好去理清这些的关系 要如何远离这些 对我们自己不好的人事物呢 这个题目应该蛮大的哦 但是总之呢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呢 如果能够以德服人的话 比较容易走得长远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之间的互动之间呢 他是以利为主的话呢 就可能有一天这个利不见的时候 两个人朋友做不成 那是不是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让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好朋友 一走就是多少年 很长的一段岁月 还是也没办法经过过时间的考验 就随着很多的红尘的议题 也很不稳定的 一下好一下坏的 的互动中 那真的把自己看清楚 在这一段的朋友姻缘上 想清楚 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好的一个互动中 或者是经验力 那交这朋友的用意在哪里 而我们有没有先把我们的诚意 各方面摆在最前面 来让对方感受到 我们交友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那因为现在的社会 立志当头的人多 所以能够真心相惜 或者是以德服人的这种互动 是不是人人都有 这也是见仁见智 那如果两个人的互动 都是现实中的现实 都是力中的力 才能维系之间的 可能的一个朋友的关系的话 那自己会应该知道说 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的架构 迟早在力上 没有达到一边的满意的时候 可能这朋友做不成 那有时候一些小细节 或者从一些话语 当时你可能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你再回头再去想原先 互动中的一些对答 它是不是就有一些可能性的主题 因为大家的这个 立定的目标不一样 而在话语中的一些说法 就已经透露了两人之间的一种互动 是不是真的能够加分 那我想这还是要很细心 用心的去观察 随时给自己一些 以第三者角度来客观的看 与这个朋友之间的互动 对我们自己来讲是加分扣分 而是不是能够一直有这样的警觉 或者是随时的提醒自己 各方面 我们自己或者是对方 是不是在朋友的一个角色中 做到一个比较称职的一个角色 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些 所有的点点滴滴的话 那这个朋友可能我们就要考虑了 但是在远离一个不好的朋友的过程中 他也是一种艺术 而这个艺术跟自己的智慧 经验也是息息相关 有些人他远离 可以远离得很漂亮 那些人远离反而就造成了一些 互相的不满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遗憾的发生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 平时有机会可以去研讨一下 重要的课题 但是有的时候 朋友可能有时候升华 成为另外的关系 包含了像是男女朋友 甚至交往之后 结婚变成了老公老婆的关系 但是发现了 这个老公或老婆 女朋友或男朋友 可能在恋爱前后的一个差距越来越大 又或者是他开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就是说 这个人好像跟我原先认识的人 不太一样了 可能有种种种的原因和可能性了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切断这样子一个缘分 可能对于更多人来说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毕竟放了爱的成分下去了 但是又觉得说 这个人可能他的作为行为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一个 不管是生活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和判断 尤其是在这种升华之后的关系 要如何去做不好的事情 要远离 这件事情其实也对于很多人来说 真的是心如刀割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边讲到还是智慧了 比像有些人 他明明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会永远的不幸福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 用智慧来看怎么样面对现实 结果一晃就是一辈子 但是在这一辈子中 造成了多少遗憾的心情 遗憾的理论 遗憾的点点滴滴 但是毕竟这一生已经走过去了 已经靠在里面那么多年了 那问他这里面 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见解 那他也是可以讲的头头是道 但是真的面对现实的时候 他又没有办法做出明智的决定 那你问他究竟是为什么 那他又说这个简不断理还乱 各种理由 那你说这不是智慧是什么 对吧 很多人他也甘雨 他也乐雨 吵吵闹闹闹分分合合 这里面有些人也看不懂 他们到底在演哪一出春秋大戏 但是在红尘中 因为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 的确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戏码上演 所以你说这里面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那我想还是自己本身的一些取舍比较重要 毕竟清关难断家务事 还是得自己看清楚弄明白 自己给自己打好一个必要的一个精进的算盘 幸福的算盘 还是未来追求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前提以上的这些诉求 我想还是自己才能给自己把关 我想这一点还是不能够把责任推给别人 各方面的注意力 取舍间 其实不是别人 都是自己来做全权的负责才是 所以不管是朋友或者是情感之间要如何去做取舍 或者是要如何亲近或远离 其实真的都是富有智慧这件事情 但是就像导师所说的 要如何会自己这样子一个信念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判断来打下基础 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做学习了 像是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导师也透过了很多简单易懂的方式 来让大家一起透过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来做学习成长 像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读者朋友们 也有回馈说 不管是在导师的一个课程 或者是每一次的分享会 或者是在学习弟子规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些的真理就是越变越亲越变越明 那之后就会变成自己的一个养分 变成了data 也变成了自己的智慧 在判断了更多事情上面 就会更有方法 也可以更加的精准 但是要到底如何学习超码的系统 要如何落实呢 也欢迎大家来多加了解了 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还有脸书粉丝团 同时在手机当中 也可以下载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当中会有好听的歌曲 最新的消息 或者是课程相关的资讯 除此之外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各个不同的地方 也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精英会当中 会透过了导师的一个著作 还有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 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各种不同的话题 不过在我们全世界各地 精英会的时间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最适合来参与的精英会时间 还有地点了 又或者大家对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或者是精英会有任何想要知道的讯息 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电话记起来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做询问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学习成长 在我们的并别人事物上面可以更亲又更明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次感恩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感恩导师 谢谢梓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 在每周的主题内容都大不相同 如果大家想要回放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使用Podcast播客 来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我们在先前所有的节目都已经上架了 也欢迎大家可以点击 然后也可以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听听节目 一起学习成长了 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在节目最后 同样也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 所做词作曲的音乐感激 在音乐之后 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 我们在下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N04.1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 来到这里 生命出现奇迹 我可我情 这一生有了意义 满心怀着感情 多少过程里 多少过程里 眼角泪滴 总陪我渡过 对天的感激 这一生有了意义 我会珍惜 我的心属于这天地 从这一生有了意义 从这一生有了意义 愿意义 这一生有了意义 我太远了意义 这一生有了意义 Zither Harp 来到这里 生命出现奇迹 握个握起 这一生有了意义 满心怀着 感情 多少过程里 眼角泪滴 总陪我度过 对天的感情 此安此尽 我会珍惜 我的心 属于这天地 从这一刻起 和天意 富贵如花 我真心感激 天上人间 我愿意 生命奇迹 就在这里 千言万语 花枝干净 今生来世 相约这里 从此更要 寂寂 我的心 属于这天地 从这一刻起 和天意 富贵如花 富贵如花 我真心感激 我真心感激 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 我愿意 生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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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 千言万语 化作干净 今生来世 相约这里 从此更要 从此更要 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